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是诉诸之乱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红诉诸何许人也啊 为什么能够引发蓝绿同声谴责 这背后它是有什么样的阴谋吗 我们稍后一会您追清楚 好 除此之外 在香港同样也有一些抵制的运动 但是抵制的却是知名的法国品牌蓝蔻 原因是因为代言人何运师曾经参加过香港的雨伞革命 所以被撤掉了代言 好 今天的震惊现实批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中国根本没有资格这么阿拔 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是惨兮兮了 台湾到中国投资的上市轨公司 在今年超过一半都是赔钱的哦 好 提到香港呢 我们就要再谈一谈咯 再过几天 6月15号表达香港演讲的前总统马英九 差四天了嘛 到底马英九到底去得成 去不成呢 政经现实批 有第一手消息 好 我们首先先来关心一下中信经被搜索 为什么客戒反应不一的最新状况啊 特征组大动作的来查中信经 那然后咧 我们来看看特征组的争议真的是一箩筐 特征组一般的检察官岳芳如 为了把红火案跟贬家连结 所以他私下到了日本去建了公众量 还预诺公众量如果能够指控这个弊案获利的三亿元 就是用在冲销贬家的现金圈口 好 特征组就会同意不会积压 股众量不禁止出境 也不会限制住居 股众量认为特征组比较友善 所以同意反国来接受调查 但是2011年呢 特征组在舆论的压力之下 进行了一个内部调查 最后认为股众量确实会了两亿九千万给贬家 而且说查不到 有检察官教唆他做伪证 所以认定是没有犯罪嫌疑予以牵劫掉了 好 这个跟贬家关心面切的前总统府资政吴李培呢 他也遭到了特征组认定洗钱 起诉了 然后最后呢 吴李培经历了三审 时间偷得好长好长哦 最后呢 都是判他无罪的状况 那么侦拜马英九的案子 特征组几乎都是轻轻放下 全数以查无实证 迅速牵劫 这公平性实在是令人质疑 所以有人说不废特征组 那么思改就是废话了 好 来 吴比游乐园 这件事情怎么看 其实在第八届立委 在马王政争的时候 就民进党就有提案 叫废特征组 当时这个案子是禁服二毒的 前一个案子要 叫黄世民下台是有通过 可是马政府对于立法院这个决议 他是没有去执行 所以又是等到他被判刑确定之后 黄世民来自己辞职下台 那废特征组的这个案子 因为禁服二毒 那国民党怕国民党立委倒戈 所以他事前用了一个散会动议 把那一天的那个院会把他散会掉 所以其实也就是说在当时不分蓝绿 对于废特征组 基本上民进党是全力支持 那台联当时的台联也是 部分国民党的委员也是认为要废特征组 那要废的其实最大原因是在哪里 他是一个特别的组织 而这个组织是举世 几乎没有相同的案例 在日本有一个东京特收部 但是这个东京特收部 是放在地检署 并不是放在他们的最高检 那过去美国有一个所谓类似 被人家称为类似叫做独立检察官制度 后来被美国国会把他废掉 认为这个不可行 所以现在独特是台湾很奇怪 台湾就在最高检 检查中长底下有一个特征组 那过去的这个在司法制度上 最高检他其实是掌管了整个法律见解 譬如说要非常上诉等等这些法律见解 他不办个案的 因为你知道吗 就算是最严重的所谓的内乱外患罪 也是高检署的检察官办 那没有一个说最高检在办案 那我们去把他创造了一个这个制度 那这个制度 事实上就引发了一个 一个叫做风险 我们就说魔戒 那个那个那个魔戒 大家看过那个电影 你有那个戒指可以隐身之后 然后他就会 会做出你对你最有利的 那因为特征组他是直接在检察总长底下 检察总长是总统提名经历法院统一任命 所以如果总统跟国会多数长同一党的时候 你这个检察总长的以及这个特征组 很容易如果会把他拿来 当作打击政敌的攻击 所以民进党所以这个逻辑就应该留着 不是 民进党基于这个逻辑 因为把他废掉 以后无论是哪一个党派在执政 都不应该再有这样的状况 而是把他回到地检署的检察官 就可以来侦办这些案件 回过头来我们看这个案子 特征组他原来立法的时候 他所讲的很清楚 他是主要是要办总统副总统 五院院长部会首长三星以上上将的贪赌案件 不法案件 另外当然有加一条重大犯罪事项 重大的经济犯罪 经总长同意 经过总长同意之后他也可以办 那你看看今天办这一个估重量这个案子 他当然是用最后这一款所谓重大经济犯罪 他现在要证明他是重大经济犯罪 所以他把火红案前面那个重大的资 红华那个资金 然后他又说什么去编了一个说有三亿美金的 在外国的账户上流窜 这个将来能不能证明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讲这个 侦查本来应该不公开 你在侦查过程中就在讲这个东西 本身就违反了侦查不公开的规定 把他弄的阵仗很大 然后把那个金额累积的很大 是要告诉国人说这是重大经济犯罪 所以我特征组来办 如果他只是这个郁政应该就知道 如果只是中性病这个台售保的话 根本那个案子就不是很大 因为 不仅在北检 而且他那个所影响的金额 并不会像他讲这么大到百亿以上 所以到底办这个案子 对不对我们不知道 因为误网误众 将来还是需要抽丝剝解 去把它办出来 但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刚好有一个时间的巧合 因为这个礼拜端午节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的议程是很早就出来 对 就是上个礼拜就要告知下个礼拜的议程 很早就出来 下个礼拜其实本来司法委员会就是要 已经排案要来讨论特征组是不是要废除 现在敢不敢继续 现在他这个大动作一出来之后 那天 昨天我有跟柯总召通电话 因为我们两个得要去关心这个事情 那个tempo我们得注意 柯总召的确是在考虑说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民众的观感 如果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案子 会不会有人讲说 这是为了要替估重量解套 所以要来废特征组 跟他说不会 阿晃说不会 阿晃说不会是一种意见 这当然会有很多人意见说不会 可能有一部分人就说会 那我们就要开始探讨说 因为其实这个会期到七月十五号 对 如果下个礼拜来审 除非各党派都同意废特征组 才有可能在这一会期完成 那我们看不到国民党同意的迹象 所以我们是觉得 如果是现在讨论跟曼 一两个月之后再来讨论 ok 那个时间上面的差距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要再去算一下 ok 那我们基本上党团内部 大家沟通一下 到底这个时候要不要 要不要来处理这个议题 ok 不过这个时间的巧合 就使得我们发生要处理他组织上面的这个 这个小小的难题 特征组的目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时间真的非常的巧合 ok 那这个案子也非常的奇怪 以上的报告 好 如果我们从政治盘算上来看 我们就很简单 我们就看立法院 这个案子提出来的时候 好 国民党是赞成费还是反对费 国民党如果赞成费的话 那这个事情就会过 国民党如果反对费的话 是不是国民党在想说 特征组还是国民党开的 Koko姐 我无法预期 不过我认为下个礼拜要 特征组要费的这个 依照排行排的这个程序上 应该讨论就应该讨论 我不知道这个柯总召或者说 民党的立委在顾忌什么 我们的人民是那么愚蠢吗 那所以这两件事情 明明就可以分割 那如果这个民党 有不管是干部 或者说有委员 因为这件事情 那就说要停下来 不要这个再讨论 废除特征组 我觉得这个负面效应更多 那我可能会猜测说 这个点子是不是你们出的 你们去帮忙特征组 出了个搜主意 叫他去把估重量 给这个逮起来 或者是把什么朱国荣等等 这个给这个收押了 然后想办法弄出一个 这个很犹豫的环境 然后让他可以留下来 因为呢有个特征组 对于执政者来讲 他毕竟还是执政者的东厂嘛 那这个是不好的 一个负面的推断 那我认为当然不是 这样子的这个发展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光明正大 民党就推啊 民党如果能够好好的 在这个会期就想办法 把过去国民党 不肯实践的这个 废除特征组给实行的话 这才是司法改革的第一步 因为司法改革的 这个国事会议要10月才举行 这个案子他 这个追查犯罪者 跟他所引发的 政治上的这种联想 之间是平行的 可是他的政治的联想 已经到达了非常复杂的地步 那特征组的这个动作 如果让民党下个礼拜讨论 废除特征组的法案 突然喊咖 那他的目的不是达到了吗 就算他第一时间 他不肯承认有这个目的 但大家也都知道 特征组一定不想被废嘛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第二就是说特征组到底 为什么要抓这个 估重量等等 那从这个曾明宗的讲法里面 可以看到 去年就已经有给你检举了 检举到地检署去了 那台北地检署 那为什么最后是你 特征组在蔡英文政府任内来查呢 那我也会怀疑你 是不是跟蔡英文政府筹表工啊 那在马政府的时候不办 那在蔡英文政府的时候办 所以从所有的到目前为止 礼拜三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一直到现在 所有的政治上的联想 跟政治上的动机上的判断 对特征组都是不利的 特征组看起来都像是 猪八戒照镜子 这个完全是这个 这个里外不是人 那在里外不是人的情况之下 这个猪八戒的特征组 就应该被废掉啊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证明特征组应该被废掉 OK 帝颖 我认为废特征组 应该是台湾与民主国家接轨 的一个重要思改的一步 那为什么会这么讲 其实我们知道 刚刚秉睿委员有特别提到 全世界的所有民主国家 不管刚刚举到了日本的例子 美国的例子 美国一九九九年 那日本他的一直放在地方 他是搜查部 特首部 德国他一直都没有 南韓在二零一三年 也废除了中央搜查部 所以跟全世界民主国家接轨 我认为台湾的司法改革 应该跟民主国家同步 所以因此被特征组是必然的 我认为是施改必然要走的一个方向 那今天中信的这个案子里面 其实你如果拉回来看 这个案子的本质 你会发现说特征组在里面办的很诡异 这四百多人大搜索 其实某种程度是媒体效果 你去里面牵涉一个十三年前的红火案 所找到了三亿美金 如果你去比对后面几个案子 包括什么背信 内线交易 你其实很难去拼凑出估重量 跟后面就十三年前的这个 什么三亿美金的案子 跟后面有什么关联性 为什么特征组把它包起来一起做 因为可以做到媒体效果很大 是因为估重量嵌在里面 如果你只看后面的背信 内线交易等等 不见得拉得到估重量 因此他把包裹起来做 某种程度就是一个媒体上的一个展现 那也确实造成了说 现在立法院在讨论要不要废特征组 有一些障碍 就认为说是不是 我现在废特征组 好像要帮估重量解套 正常的法治不会 因为这个案子本来就应该是北检要办 包括后面的背信 包括内线交易 特征组为什么这种手法被大家都看穿了 我认为他是最后奋力的一搏 因为如果说我们要跟民主国家接轨 废除特征组是必然要走的方向的话 那我不认为说立法院里面 除非他特别违反民主常识 我不认为有一些立委会去说 我要特别反对 所以因此特征组在做最后的奋力一搏 而且半估重量有某种程度 他政治上的效果 因为估重量过去的 不管红火案 乃至于他在扁案里面有这个被教授 做未证的问题 因为在高等法院的 这个当时的红火案的判决 审判笔录 在一百年四月十九号的审判笔录 就有讲到说 估重量的这个律师 跟他的法务长在里面翻供说 当时讲说有这个三亿元 流向贬加 这个部分是不实诚报状 所以这一个部分 其实估重量在里面 对特征组而言 其实某种程度 就是说你过去都听我的话 你后面还去做了一个 把事实供出来 把这个等于是说 你把 毁约的抓牌子 某种程度是说 你怎么可以背叛我 所以你半顧重量 不只在媒体上有效果 你某种程度也可以告诉 曾经跟你配合过的证人 你特征组曾经跟你讲过 你以后在法庭上面 不要再把事实讲出来 因为审判笔录 里面写得很清楚 那我要讲的是说 特征组某种程度 还可以去掩饰说 过去我们一直在质疑 他遇到麻银酒就转完完 因为你某种 我们依照法院组织 法六十三条之一的规定 其实如果我们念法律都知道 什么叫做体系解释 就是说这法院组 是把六十三条之一 你特征组成立的一个目的 直施的第一个 就是总统副总统 五院院长部会首长 以上的贪毒案件 第三款才是特殊贪毒案件 跟经济犯罪 对 那你特征组在办 你为什么只办第三款 第一个重要 马银酒的案子的时候 不管是黄世民泄密案 大具弹案 你全部去转弯 这个是五 五月十九号 马银酒卸任前一天 特征组发给我的公文 那公文裡面就讲到很清楚 他就跟你说 有关于马银酒的大具弹案 因为经查 他說远雄大具弹案 前市长马银酒及财政局长李素德等人 设有违法徒利的造成雄一案 非属法院组织法六十三条 第一项所列各个款 所以特征组不办 荒谬 因为不管是第一款或第三款 你都是可以办的 尤其特征组 过去曾经办过高捷案 当时高捷的市长就是谢昌廷 你曾经办过 你今天跟我讲说你不能办 所以某种程度 他在里面选择性办案 回避办案 政治性的考量 非常清楚 所以特征组 他不只是有政治介入的问题 他某种程度 还会沦为一个政治打手 包括黄世民泄密案 彭老师曾经检评会委员 我知道很清楚 是知道特征组的 当检察总长跟总统配合的时候 特征组是多好用的工具 我要监听谁监听谁 无限扩张监听到保 而且不管是国会议长 乃至于最大在野党的党鞭 我要听谁就听谁 这个问题对于台湾的民主法治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冲击 所以因此我们要迈向正常民主国家 我要再强调一次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已经没有类似特征组的组织 台湾要民主化 必须要修法去废除特征组 特征组的案子 以前我们如果再申请在意 还可以重新再发回 对不对 特征组结的案子 我们怎么让他在意 然后再发回 没了耶 那就包庇了马英九 过去的这些案子 就他牵解了之后 我们就拿他没辙 有这种道理吗 这才是可恶的地方